女人的胸口长了苛质 医生要求她脱下衣服一遍检查 但旁边站着一个陌生男人 这让她感到有些尴尬 女人听完便放下戒心 裸露上身接受医生的检查 然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眼前这个叫杰米的男人压根不是医生 出院后 女人发现杰米的后备箱里塞满了药品 箱子上还有制药公司的标志 杰米迅速道歉 她自以为凭借自己帅气的外表 和真诚的态度就能轻易拿捏女人 辣妹就是辣妹 杰米立马被她吸引了 她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追到任何女人 征战情场多年 她从未败过 即使是那些高难度的美女 然而直到那天 她遇见了马基 一个只有26岁就得了帕金森病的女人 尽管如此 杰米对她的美貌忍不住心动 即使被马基狠狠揍了一顿 杰米却充满喜悦 她从医院前台偷到了马基的联系方式 毫不掩饰自己的企图 令人意外的是 马基答应了她的约会 两人在咖啡馆见面 在交谈中 杰米注意到尽管马基竭力掩饰 但她不时颤抖的手指暴露了 她患有帕金森病 杰米刚准备用一些挑逗的话语 逗了马基 可出乎意料的是 这支球打得她有些措手不及 然而马基表现得很洒脱 明确表示只想和她玩玩 不想谈恋爱 杰米听后感到非常满意 两人立马就探讨什么是快乐星球 从那天开始 无论白天还是凌晨 只要马基一个电话 杰米就会欣然赴约 海王每次接到女神邀约 不管白天黑夜立马前往对方家里 一起探讨什么是快乐星球 时间久了 海王开始对女神感到好奇 但每当她想深入了解时 女神马基总会及时打断 只希望保持现状的关系 可在不知不觉中 杰米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感 每当她和马基在一起时 她总是毫不掩饰地注视着对方 眼中充满了爱意 这晚 杰米带来了食物 与以往不同 他们并没有急于进入正题 而是像普通情侣一样聊了一整晚 谈论着令人心烦意乱的前任 和童年时的尴尬事情 杰米了解到马基之前有过恋爱经历 但在被诊断患上帕金森病后 她的伴侣离开了她 马基也发现在杰米看似漫不经心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颗敏感的心 因为她从小被父亲忽视 杰米很渴望得到认可 却总是吊儿郎当来掩藏内心 这晚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却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愉快 杰米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情感的泥潭 然而第二天一早 马基突然提出终止他们的关系 杰米愣住了 尽管内心难过 但死皮赖脸不是她的风格 她与马基云淡风轻地告别了 杰米离开后 马基拿起第一次拍杰米的照片 庆幸自己及时停止了 可杰米仍然低估了自己的感情 她无法忘记那双大眼睛和马基浓密的棕色卷发 她像失恋一样在酒吧里灌醉自己 然后借着酒精给马基打电话 听到她的声音 杰米完全忘记了所有的撩妹技巧 第二天 杰米无法再控制思念 她去找马基 希望正式开始一段恋爱 然而此时 马基正准备去加拿大 明天才会回来 杰米决定在车里等一天一夜 只为了在马基回来的第一时间向她表白 时间漫长到仿佛等了一个世纪 第二天傍晚 马基终于回来了 当她看到杰米还在等待时 她封闭已久的心终于被打动了 在爱情面前 马基打破了自己的原则 他们正式成为男女朋友 随着情场的得意 杰米的事业也迎来了转机 最近公司研发了一款新药 被誉为男性福音 杰米赚得盆满钵满 在公司的庆功会上 无数美女围绕着杰米 甚至还有她上次搭讪的女人 女人眼里充满挑逗 可杰米早已不再是以前的海王 她提前离开了聚会 回到家中看到熟睡的马基 温柔地唤醒她 满怀爱意 接下来的一瞬间 杰米的心跳突然加快 一种陌生而强烈的情感 打乱了她的呼吸 马基急忙安抚她 经过几次深呼吸 杰米恢复了平静 马基被杰米的真诚所打动 虽然没有回应 但她的内心却悄然发生变化 杰米对马基的爱越来越深 在她眼中 马基时而天真无邪 时而充满魅力 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她的心弦 然而帕金森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马基的病情恶化了 她的手颤抖得越来越严重 这一天 马基的病情再次发作 她拼命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拿出药瓶 但里面的药已经吃完了 晚上 杰米回家时 马基想假装一切正常 但她的身体却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最终她失去了控制 尽管知道你有故意想激怒她 但男人仍然被伤害了 她刚想离开 马基的肩墙仿佛一只摔碎的杯子 她痛恨自己是个病人 无法过正常的生活 无法谈正常的恋爱 她更害怕看到杰米充满同情的眼神 而杰米紧紧拥抱着马基 没有说任何话 几天后 杰米带着马基参加了一场帕金森研讨会 在那里 马基意识到帕金森并不是世界末日 那里的患者依然积极乐观地面对每一天 马基的眼睛泛红 她突然对未来充满信心 虽然疾病可能会摧残身体 但无法改变她的内心 与此同时 杰米和一个男人聊天 男人的妻子也患有帕金森病 已经到了无法自理的程度 杰米问对方 有没有什么照顾方面的建议 可对方的回答让她意外 杰米陷入沉默 她意识到自己对于帕金森的了解还不够 但现在她必须正是事实 因为爱情无法治愈一切 与杰米不同 马基的情绪好转了很多 她兴奋地与杰米分享会上的一切 不断感谢杰米始终陪在她身边 因为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她终于有勇气回应杰米的爱 杰米勉强笑了笑 她开始带着马基四处寻找明依 希望能找到治愈帕金森病的方法 可现实中并没有奇迹 杰米越来越恐慌 她无法像一辈子那样照顾马基 马基也同样身心疲惫 一次又一次的无果检查 让她心里焦脆 每次出结果 杰米失落的眼神和失控的情绪 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 马基知道她应该让她离开 杰米嘴上否认 但心里清楚马基所说的是事实 当晚 马基果断地提出分手 而杰米并没有挽留 她也明白放手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失恋后 杰米陷入了迷茫之中 她经常心不在焉 对所有的聚会都失去了兴趣 几个月后 杰米得到了晋升 公司准备将她调往芝加哥 在离开前的一天 同事们为她举办了告别聚餐 刚到餐厅 她注意到了她一直思念的马基 她依旧美丽 只是身边多了一个男人 杰米本想问她过得如何 然而当她看到马基的棕色瞳孔时 所有的思念都堵在了喉咙里 听着同事们说杰米要去芝加哥 马基的表情稍稍显得不自然 杰米试图从她的脸上察觉到不舍 但马基只是微笑着表示祝福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杰米感觉自己的内心空荡荡的 几天后 当杰米在家整理行李时 无意中翻出了一盘录像带 那是两人在热恋时拍摄的视频 杰米看得入神 她回忆起和马基在一起 试得快乐和幸福 还有那些美好的回忆 她终于明白 为了这份确定的爱 她愿意承受任何艰辛 杰米急忙去找马基 然而此时马基已经乘坐 开往加拿大的大坝 她直接冲上高速公路 并追赶上了那辆巴士 然后向马基表白 因为马基的爱 她第一次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往后余生都想陪伴在她身边 马基虽然非常想回应 但她明白这段感情 对杰米并不恭敌 在彼此的眼中 他们仿佛看到了 未来相互扶持的许多年 也许在那时他们会年老体弱 也许在那时 马基无法再四处奔波 然而那些相爱的时光 早已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在2024年 人类只有25年的寿命 所有人的手臂上都会出现一个倒计时 一旦时间归零 就会立马见到太奶 唯一活下去的办法 就是不停地靠劳动换取时间 时间更是代替了金钱 吃饭购物都要支付时间 穷人每天必须疯狂工作续命 一旦摸鱼 就有可能直接没命 而妇人却代代永生 奶奶和孙女看上去就像是亲姐妹 在这个世界 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生命 穷人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看时间 而威尔的生命只剩下24小时了 为了活下去 她每天必须拼命工作 从来不敢怠慢 而她的妈妈今年已经50岁了 看上去依旧年轻 这是因为她们的容貌永远只停留在25岁 妈妈好不容易存下了三天时间 但是明天就要花掉一大半用来支付房租和水电 不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威尔很懂事 早餐只买一杯打折的咖啡 每天都是跑不去时间机器厂上班 时间机器厂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 威尔天天都加班到很晚 但老板却经常以各种理由客扣她的加班费 威尔却敢怒不敢言 因为如果被开除了 她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找到下一份工作 只能来到酒吧找自己的好兄弟吐槽 却发现今天酒吧里来了一个大富豪 手腕上的时间竟然有116年 任何一个在平民区生活的人 都没见过这么多时间 这也导致很多人都盯上了这个富豪 威尔好心过去提醒对方快点离开 不然很快就会有人过来抢劫 但已经来不及了 一群时间大盗冲进了酒吧 要对富豪动手 关键时刻 善良的威尔出手救了他 成功甩掉了大盗 结果富豪不领情 还怪威尔多管闲事 这让威尔头大了 富豪说到自己已经活了105年 这样永生的日子 他真的活腻了 来到平民区就是为了找死 威尔看到自己仅剩18小时 真想上去给他一个大鼻斗 富豪又说了几句话 威尔彻底的猛了 为了控制人口的数量 平民区的物价会不停的上涨 不然都像富豪一样永生 那社会的资源就不够分了 富豪又随口提了一句 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这么多时间 那你会怎么做呢 威尔的回答让富豪出乎意料 那我就不用一直看手臂了 第二天 威尔醒来还是习惯性瞅一眼自己的时间 居然足足多出了116年 原来是富豪偷把时间全部给了他 旁边的玻璃上还写着一句话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威尔通过玻璃看向对面的大桥 富豪正坐在桥的边缘 随着他手上的生命到即时结束 整个人便坠入了河中 威尔虽然还是不太理解 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要赶紧离开 不然被人看见了 自己可能会被当成凶手 他先是找到了自己的好兄弟 直接赠送了10年给对方 然后又买了一束鲜花 在公交车站等妈妈下班 他已经计划好了 要带妈妈去富人去过更好的生活 可车到站后 他发现妈妈竟然不在车上 原来妈妈下班后付完房租水电 就只剩下了一个多小时 原本一个小时支付车费 就正好可以和威尔会合 到时候威尔就可以再分给他一些时间 但今天公交车突然涨价 需要支付两个小时 妈妈付不起 司机也很冷血 他只能选择一路狂奔 在时间耗尽之前快点和威尔碰面 威尔这边也心有灵犀 意识到妈妈可能有危险 于是也撒腿狂奔 母子二人开始核时间赛跑 只差了一秒钟 就因为公交车临时涨价 威尔永远地失去了 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妈妈 威尔终于明白 那个富豪为何会对这个 冷漠的世界失望 也就在这一刻 威尔心里埋下了一颗 想要重建这个世界秩序的火种 为了防止穷人家里蹲 富人们直接取消 现在的支付二维码 全部改成寿命支付 所有人活到25岁后 手臂上就会出现一个倒计时 时间是一年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不去打工挣更多的时间 那么倒计时一结束 你就会立马见到太奶 而富人只会长命百岁地活下去 除非活得不耐烦了 就有可能把时间施舍给穷人 活在底层的威尔便侥幸 得到了116年的时间 决定脱离平民区 跻身富人区 他叫了一辆豪华专车 司机一开始有点不可思议 平民区怎么会有人 打得起他这种豪车 但一看威尔手腕上的数字 瞬间换了负面孔 从平民区去富人区 要经过三个收费站 第一个需要支付一个月的时间 第二个支付两个月 第三个需要支付一年 权贵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把人分成369等 威尔刚来到富人区 就发现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因为他还保留着在平民区的习惯 一走路就会忍不住跑 要知道在这个地方根本没人会赶时间 于是他也开始让自己脚步慢下来 在五星级酒店开最贵的套房 还找服务员打听 有钱人一般都喜欢在哪里玩 服务员告诉他就是对面的皇家赌场 威尔走进去一看 这地方果然不是一般的好 光入场费就需要支付一年的寿命 威尔直接坐上了一张赌注最高的牌桌 坐他对面的是时间银行的行长 这家伙有将近一万年的时间 发现自己拿到了一副大牌 就直接把赌注加码到900年 这时候威尔如果想开牌 就必须赌上自己所有的时间 威尔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开干 很快 威尔手腕上只剩下了最后三秒钟 这种不要命的赌博方式 直接把行长的女儿阿曼达给看傻了 威尔这一把牌成功赢到了1000年时间 行长觉得威尔不是一般的有魄力 于是邀请威尔第二天去家里参加派对 在派对上 威尔见到了行长的家人 他们看起来像是姐妹花 实际上是祖孙三代 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 只要时间花不完 就可以长生不老 永远定格在25岁 不过威尔很快就看出 阿曼达虽然贵为千金 却过得并不快乐 因为一举一动都被保镖监视 就连跳个舞都要先得到批准 于是威尔趁保镖一步留神 直接把阿曼达带到了海边 然后就开始脱衣服 阿曼达一看威尔耀光屁股下海游泳 立马感到匪夷所思 阿曼达作为一个从小就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 哪能抵抗得住这种狂野 而又没穿衣服的帅小伙 平民区的穷小伙跑富人区掉金丝雀 凭借自己狂野奔放的魅力 成功攀上对方 本以为能当上门女婿 不料两人刚回到女方家里 一群警察就冲到了现场 把威尔摁在桌子上 扣押了所有的时间 只留两个小时给威尔主动认罪 原来之前那个富豪的尸体被发现了 警察认定威尔就是凶手 威尔发现无论如何解释都没人愿意相信他 大家对他这个来自底层的穷人 有着与生俱来的偏见 于是只能抓住机会夺下一把枪 劫持了阿曼达当人质 阿曼达毕竟是行长的女儿 警察见状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眼睁睁看着威尔逃离现场 但好像威尔从这一刻开始运气就变差了 逃到半路 车不小心撞翻了 阿曼达的时间也被平民区的时间大到抢走了 等到两人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各自的时间都只剩了半个小时 威尔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找自己的好兄弟续命 毕竟之前刚给过对方十年时间 可敲开门才发现 好兄弟由于一夜暴富 控制不住花天酒地 每两天就把自己给喝死了 看来有时候穷人诈富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时候阿曼达再一看表 只剩下了两分多钟 幸好身上有钻石二环 两人一路狂奔来到了一家当铺 赶在最后几秒钟换到了两天时间 终于暂时把命给续上了 接着又来到了电话亭 开始给阿曼达的行长爸爸打电话 要求支付一千年时间当赎金 不然就四票 可一直等到第二天天亮 赎金都没有到账 这下阿曼达也坐不住了 决定亲自打电话问老爸 只是电话刚接通 警察就通过定位找到了他们 为了救威尔 阿曼达头脑一热选择开枪 威尔趁机抢走了汽车 恢复冷静的阿曼达觉得自己很荒谬 现在直接从无辜的人质变成了袭击警察的逃犯 干得漂亮 爱情这东西是真的容易上头 既然都走到这份上了 两人一合计 一不做二不休 一起去劫富济平 一开始 他们专抢富人 然后把抢到的时间 分给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但很快发现这样的效率还是太低 于是直接换了一辆大货车 去抢资本家的银行 一部分时间随机发放给路人 一部分直接充值到时间救济站 以确保那些快没时间活下去的低保护 每天都能领到一些免费的时间 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因为他们劫富济平的举动 导致平民区物价飞涨 相当于白杆 于是阿曼达提议 不如干一票大的 由他来当诱饵 直接去抢他的行长老爸 毕竟他爸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资本家 保险库里还藏着一百万年 当时行长老爸也是懵圈的 这到底要干多少缺德事 才能生出这么贴心的小棉袄 看着两人要把时间存储其拿走 行长老爸语重心长 不停地劝 财富平均分配给穷人 并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相反会变得更糟糕 因为人性归根结底是自私的 永远都不会满足 用不了多久 这个世界又会变成富的人越来越富 穷的人越来越穷 但威尔觉得就算是这样 也不能成为你们这些资本家 残忍压榨穷人的借口 他想要的不是让所有人都得到永生 而是让所有人有出生的那一天 也有死亡的那一天 这才是这个世界该有的秩序 事后 两人带着时间存储器 一路躲避警察的枪林弹雨 来到了平民区 把时间分发了出去 平民们也自发地挡住警察 为他们争取到逃脱的机会 但是有一个警察特别的敬意 一直没有放弃 最终在野外追上了他们 但比较讽刺的是 资本家雇这些时间警察替他们卖命 却也只愿意支付微薄的工资 时间会每天打到警车上 但这个警察光顾着干活 忘记了领取 由于威尔和阿曼达本身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干这最后一票 所以他们也没给自己留时间 可就在两人准备共赴皇权的时候 威尔突然发现警车就停在不远处 命运总是出奇的相似 威尔拼命跑到警车上 领取了原本用于发放给警察的两天工资 然后争分夺秒地折返回去和阿曼达会合 好在这一次他成功 电影最后 平民区里所有的穷人都团结一致 穿过了路卡 来到了富人区 世界终于恢复了平衡 而威尔和阿曼达继续走上劫富济贫的道路 中国老太太首次进入赌场 自信地推开人群坐在赌桌前 将所有财产兑换成筹码 看着众人下注 老太太也拿出一枚筹码 随着性感荷官启动转盘 小球在转盘里动刺打刺地迅速跳动 最终稳稳地停在八号位 老太太中奖了 眼看自己原本不多的筹码瞬间翻倍 她决定乘胜追击继续下注 出乎意料的是 她居然又中了 看着筹码成倍增长 老太太决定玩一把大的 眼睛都不带眨 直接全压 小球在转盘中飞速运转 老太太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但没过多久 小球再次稳稳落在八号位 众人都被老太太逆天的欧气震惊了 然而老太太希望大家可以共享她的好运 只要你们在评论区留言 就可以直接吸收她的好运气 一夜暴富不是梦 老太太凭借自身逆天的欧气 在赌场赚得盆满钵满 无论是骰子还是排酒 她都能稳操胜权 这引起了赌场老板的注意 她派手下把她请进了VIP包厢 里面都是赌场安排的托儿 打算让老太太把钱输回去 可是在好运的加持下 老太太总是以各种离奇的方式获胜 玩得格外兴起 甚至用眼神调戏旁边的老头 准备来的财色双收 为了显示自己的气魄 老太太将赢得的几百万全压上了 谁都想不到 老太太有爆棚的好运 是因为自己老伴升天了 就在几天前 她的老伴在过完八十大售后准时去世了 神婆告诉她 她天生财神 可惜老伴压制了她的财运 导致她一直不能发财 但现在她老伴已经去世 意味着她的财运将会起飞 于是老太太按照八月初八的预言 去银行取钱 没想到正好赶上银行八周年 她拿到以八结尾的号码 中了八代大名 终于相信了神婆的话 于是来到赌场一展身手 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她把迎来的几百万全压上市 时间刚过了午夜十二点 随着荷官揭开排面 老太太好运结束了 这次输光了她的全部财产 从一夜报复到一贫如洗 这样的祈福让她无法接受 于是老太太愤怒地找到了神婆 神婆告诉她 那是因为八月初八过去了 好运的爆发刚好失效了 而她本是天生的财神 再过几天到八月十八 会有一笔天降横财 老太太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日子很快过去了十天 但她一整天都没有等到所谓的横财 于是 她准备坐车去找神婆算账 然而在途中 老太太原本寂寞地坐着 旁边的老灯一个劲地要和她贴贴 老太太不胜其烦 仔细一看 这老灯居然领盒饭了 老太太刚想招呼乘务员 大巴突然强烈地晃动 一个包裹搜的一下掉在了她腿上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居然装着满满的现金 她记得这是旁边这个老灯的包裹 难道这就是神婆说的横财 但她也注意到老灯脖子上有一条龙的纹身 这是当地黑帮的标志 看来老灯身份不一般 老太太纠结片刻 偷偷拿着老灯的包离开了车 回到家后打开包仔细清点 发现里面竟然有88万美元 换算成人民币就是600多万 老太太一想 反正都一把年纪了 管她是什么钱 花了再说 从那时起 老太太变得更加傲慢了 买菜只买80块一斤的 榴莲也整箱整箱地买 她就是要任性地奢侈消费 可她还没来得及进行 两个当地小赤佬就找上了她 老太太刚失去老伴 神婆却告诉她三天内必定发大财 结果第二天 她真的捡到了一大袋现金 连忙上香感激老伴的保佑 还贴心地在旁边放上一本美女杂志 如今一夜报复自然要大肆挥霍一番 然而老太太并没意识到 这笔钱将会要了她的命 还没尽兴几天 两个小赤佬来到了她家 自称是红龙帮的手下 原来那袋钱是他们帮派的 威胁老太太交出钱财 老太太立马装傻充了 坚决否认自己拥有任何钱财 两个小赤佬不愿放弃 试图搜身 小赤佬不敢轻易断定她说的真实性 害怕老太太找家长告状 只好留下威胁的话语匆匆离开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老太太也是在道上混的 她随即在路边 找到另一个帮派中粮帮的街头人 准确说出暗号后 成功被带进了地下室 接着穿过走廊进入到秘密基地 老板问她想要什么 老太太表示要雇一个保镖 结果让老板误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老太太没心情和她扯皮 直接了当地说自己被红龙帮盯上了 这下老板相信了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随即表示一个保镖八千美金 可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 老太太开始发挥砍价的功力 直接砍到了五千 还指明了要角落里的猛男 老板连忙拒绝 这猛男可是帮派的头牌打手 老太太不服了 所以你其实是想给我劣质保镖了 那那 两千块 刚才不是还说五千的吗 五千块是她呀 一分钱一分付 于是 老太太以两千块的价格 雇佣了胖胖的呆头 作为她的保镖 那两个小赤佬对呆头强壮的体格感到忌惮 不敢轻举妄动 可就在这天 老太太在理发店做头发 让呆头出去帮她买点茶叶 没想到呆头刚一离开 小赤佬们就闯进了理发店 对老太太进行恐吓 买完茶叶回来的呆头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小赤佬们也决定硬碰硬 掏出匕首向呆头扎过去 小赤佬的战斗力在呆头面前根本不够看 呆头直接一手一个小赤佬 刷的一下就把他们丢出理发店 从那以后 老太太更加依赖呆头 绝对不允许她离开身边 甚至上厕所都要让她守在门口 可就在这天 呆头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由于老太太家里信号不好 呆头来到外面接电话 但乱乱没想到 那两个小赤佬不讲武德 竟然袭击了呆头 然后他们来到老太太家 将屋子翻得乱七八糟 老太太意识到有人进了屋子 趁小赤佬不注意 悄悄来到厨房 抄起平底锅 小心翼翼地走到小赤佬的身后 可很快就被另一个小赤佬 夺走了武器 还被用力推倒在沙发上 趁小赤佬不注意 老太太抓起茶几上的花露水 对准小赤佬的眼睛直接开喷 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小赤佬 千钧一发之际 呆头赶回来了 谁曾想小赤佬就这样赶了 两人赶紧将她的尸体包起来 扔进垃圾箱 接着他们假装一切正常地继续生活 可就在这时 中良邦的老大方姐找到了老太太 如今方姐已经调查清楚了老太太的一切 她要求老太太交出内部属于她的东西 以免惹麻烦 老太太面对方姐的暗示 选择装傻 出乎意料的是 碰一鼻子灰的方姐并没有生气 反而慷慨地送了老太太一杯茶 中国老太太刚喝一口82年的茶 没一会就失去了意识 等她再次醒来时 方姐已经不见踪影 老太太想要离开 却被一个彪形大汉拦住了去路 方姐叫老太哪方呀 老太太一听 匆忙找借口说要上厕所 司机怕她跑了 紧追其后 可跟进来后发现 里面只有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 对不起 等司机离开后 老太太才从柜子里钻了出来 她以为安全了 可没想到 前脚刚甩开了司机 立马就遇到了红龙帮的小赤狼 老太太急忙转身逃跑 在逃亡的过程中 她还顺手喝了一杯茶 就在这时碰上了四处寻找她的司机 而红龙帮的人也已经追了上来 司机让老太太躲进一间屋子 自己则留下来与敌人交火 枪声随即响起 当老太太走出来时 她看到双方都全部倒下了 突然 她感到一阵巨痛 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被榴弹擦伤了 老太太匆忙回到家中 很快注意到了一张纸条 原来是红龙帮多次失败而及了 绑架了她的孙子 老太太瘫坐在地上 然后从米袋中拿出之前捡到的钱 准备去交赎金 这时 呆头出现了 看着满地的现金 立刻明白了为什么红龙帮对老太太有敌意 她坚决要将这些钱交给方姐处理 老太太无奈之下 只好装了一包废纸前往约定地点 可谨慎的红龙帮选择先焰火 在拉链打开的瞬间 老太太的伪装立刻被试破 愤怒的红龙帮头目准备撕票 老太太吓得跪在地上 并承诺愿意打工偿还这笔钱 但头目根本不为所动 就在这时 一颗子弹突然打中了头目 随着四周的枪声和哭喊 方姐亲自带队缓步走来 原来 这一切都是呆头的功劳 趁着红龙帮溃不成军 老太太想要借机去救孙子 然而一颗子弹击中了她 幸好呆头就在旁边 不顾枪林弹雨 把老太太和孙子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这场由意外的财富引发的灾难终于结束了 老太太重新回到了平静安逸的生活中 不同的是 她与家人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因为这次经历让她深刻明白 她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拥有这些关心她的家人 凶悍至极的斗犬是如何养起来的 第一步 利用打磨鸡将狗的牙齿修整的极其锋利 接着又是狗咬住一块生肉 然后用力拉扯 训练狗的咬合能力 接下来将它绑在跑步机上 当它的速度减慢时 便用鞭子抽打 锻炼狗的耐力 最后 饿它三天三夜 将骨头固定在木板上 当狗实在无法忍受饥饿 便会疯狂撕咬 接着在它面前装出要抢食的模样 狗的最原始天性就这样被完全激发出来 即便它曾是温顺乖巧的宠物狗 如今的表情只剩下凶悍 眼神中充满了杀气 残忍的斗犬哈根就此诞生 训练好后 哈根会被带到地下斗狗场 到处都是被咬死的狗狗尸体 人们像处理垃圾一样将它们处理掉 哈根的对手是一只纯种的大黑狗 比赛很快开始 两只狗疯狂地搏斗撕咬 一动不动的同类 哈根眼中充满了沉重的悲伤 它不知道自己为何变成这个样子 突然斗狗场停电了 混乱中 哈根趁机逃出 成功逃离了这个充满血腥的地方 它疯狂地奔跑 同时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谁也没有想到 从这以后 哈根成为了狗界的领袖 无可匹敌 不管什么犬种 在它面前都得低下头 因为它是一只千百年来最勇猛的狗 无人能敌 哈根原本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陪伴着它的主人莉莉 然而有一天 莉莉的母亲出差 将莉莉交给了继父照顾 继父看到莉莉带着狗 非常讨厌 因为她的公寓不允许养狗 但是拗不过莉莉 她还是带回了哈根 晚上 继父不停地嘟闹 要求那只脏东西自己待着 莉莉偷偷将自己的牛排喂给了哈根 结果被父亲发现 遭到训斥 晚上 父亲坚决不允许哈根进屋睡觉 将他强行关进了浴室 浴室的潮湿和黑暗 让哈根发出了呜呜声 让父亲有些生气 因为影响到他的睡眠 莉莉拿起哈根最喜欢的小号吹奏 为他演奏了哈根最喜欢的音乐 还陪伴哈根待在浴室里 整夜都在那里度过 第二天一早 物业人员上门找他们 有人举报他们家有只狗 在这个小区养狗需要交纳税款 他们表示如果不交钱 就要带走哈根 莉莉担心继父会抛弃哈根 于是在上学时 偷偷把哈根带进了学校 然而 在莉莉练习小号的时候 哈根听到了主人吹奏小号的声音 以为是在召唤他 于是跑出来站在地上叫着主人 老师非常生气 表示要开除莉莉 继父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 他将莉莉关在车里 把哈根扔下去 无视莉莉的呼喊 直接开车带走了莉莉 哈根目瞪口呆地看着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紧接着 他开始追着汽车 透过车窗不停地叫喊 但是继父毫不理会 加速驶离 哈根始终无法追上主人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他不知所措 在马路上多次差点被车辆撞倒 孤独地在一片废墟里过了一夜 因为饥饿 他闯进了一家肉店 想找点食物充饥 但被店主发现了 他拿起刀就要给哈根变成狗肉 幸好这时及时出现一个花斑狗 引起了他的注意 哈根和花斑一起逃了出去 花斑带着哈根来到一个水泡子旁边 这里是属于流浪狗的聚集地 本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归宿 然而第二天 突然出现了流浪犬猎杀小队的人 流浪狗猎杀小队会如何处理流浪狗 他们会先用套狗的工具抓捕大量的狗 无数的狗被关进了笼子 一些机灵一点的狗狗 会趁机撒腿逃跑 然而小队的人穷追不舍 狗狗哈根无处可逃 只能躲进一间屋子里 住着的流浪汉将他们藏了起来 哈根看着眼前的人类 以为他是善良的 以为自己有了新的寄托 不料流浪汉起身直接用绳子勒住了他 与此同时 哈根的主人正在四处寻找他 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甚至贴起了寻狗启事 流浪汉以60美元的价格 将哈根卖给了狗犯 而狗犯是专门贩卖动物的人 某一天 训狗狮一眼就看中了哈根 他以200美元的价格将哈根买下 要将哈根训练成自己赚钱的工具 天天用鞭子抽打哈根 激发他的兽性 甚至饿他 让他只能吃生肉 并将他拴在跑步机上 一跑就是一天 有一天 他给哈根注射了一针麻醉药 并用钻头磨尖了他的牙齿 最终 曾经那个可爱的哈根消失了 他的表情变得异常凶狠和残忍 眼神充满了杀气和愤怒 他变得好斗且狂躁 尖利的牙齿使他看起来像一头凶猛的狮子 在斗狗场上 训狗是为哈根选了最凶猛的对手 两只狗搏斗在一起 地面上充满了对手的血 终于 在第二个回合 哈根咬死了对手 他呆呆地看着死在地上的同类 恢复了一丝理性 他的表情带着伤感 突然 斗狗场停电了 哈根趁着停电逃了出去 他要离开这个黑暗的地方 寻找自己的主人莉莉 另一边 莉莉在家里非常憔悴 继父看着莉莉最近的状态 他答应为莉莉重新选择一条狗 但莉莉坚决不同意 他只想要哈根 只想要那个对自己非常依赖的哈根 哈根回到了流浪犬的聚集地 在那里 花斑陪伴着他 两只狗一起试荒 一起生活 然而动物管理机构的人 还是抓住了他们 将他们带进了流浪狗收容所 由于他们是杂交犬 并经历了特殊训练 哈根看起来十分凶狠 没有人愿意收养他们 于是他们被管理员 列入了安乐死名单 哈根透过缝隙向里面望去 看到人类给狗注射一针后 便没有了动静 回想起之前那些残酷的折磨 哈根对人类的友善和信任 荡然无存 内心充满了愤怒和仇恨 他决心为自己的同伴报仇 改变被人类操控的命运 他露出锋利的牙齿 一位工作人员就此领了盒饭 周围的狗们看到哈根如此凶猛 纷纷冲破了牢笼 从此以后 哈根成了他们的领袖 门口还有一个女人拦住哈根的去路 然而在哈根看来 那样做只是自寻死路 他散发着帝王的气息 眼中充满了蔑视 无视眼前的女人 他冲破了困境 铁笼中的狗也纷纷逃了出来 他们紧随哈根的脚步 像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类 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他的眼神宛如皇帝一般 蔑视着眼前残害同伴的人类 笔直冲上前将对方消灭 一大群狗子紧随其后 他们奔向繁华的街道 留下一片混乱 他们要像曾伤害他们的人类报复 要像让他们无家可归的人类报仇 莉莉得知这件事后 认为哈根可能会在这里 他骑上自行车去找哈根 却在路上遭遇意外 波伦盖卡托鲁皮了 晚上 哈根找到了伤害过他的狗犯 而狗犯还没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认为自己又能赚一笔 哈根怒吼一声 身后众多同伴直接扑向狗犯 他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等到训狗师回到自己家时 发现家里有很多狗 他拿起桌子上的刀 一只狗迅速扑上来 接着多只狗一同将它制服在地 哈根在暗处缓慢地走过来 他注视着训狗师 眼中充满仇恨 很快 训狗师也领了盒饭 大量的狗在街上游行 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他们拿起武器 一只又一只地射杀狗子 哈根察觉到情况不妙 迅速改变了路线 身后仍有许多狗子倒在街头 与此同时 莉莉跟着花斑想找到哈根 骑着自行车跟在他的后面 一名警察出现 开枪击中了花斑 他痛苦地躺在地上颤抖着 警察走上前 再次开枪瞄准花斑 这时哈根也再次被武装人员盯上 他们连开竖枪 哈根迅速逃离 紧接着身后无数的狗子冲向这群人 如黑色巨浪一般 得知哈根在报复那些伤害她的人类后 莉莉开始担心继父 她害怕哈根会来报复她 赶紧来到继父家楼下 果然 在这昏暗的街头 她遇见了哈根 哈根缓慢地走向她的主人 莉莉捡起地上的棍子扔向哈根 试图让她像以前一样去捡棍子 但哈根冷漠地注视着她 不为所动 她哭着让哈根快点去捡棍子 突然 哈根身后的伙伴再次出现 莉莉害怕地向后退了两步 由于哈根没有下一步动作 小弟们全都一动不动 莉莉望着眼前的哈根 眼泪伤心地流淌下来 突然 继父拿出喷火枪走了出来 狗子们一直在叫着 仿佛在喊大哥下达攻击的命令 这时 莉莉拿出哈根最喜欢听的小号 悦尔的音乐响彻了空气 哈根的表情恢复了往昔 她安静地坐在地上 明示着莉莉 最后趴在地上 傻傻地聆听 身后的狗子们也趴在地上 有谁想过 它们本就是一群天真可爱的小狗 莉莉这时也趴在地上 望着哈根 泪水涌出 哈根也一动不动地注视着 继父被这一幕感动 她走过去 和狗子们一样趴在地上 对于片子里的狗 所有的人类都是上帝视角 对于片外的观影的我们 观众就是上帝视角 不平等的视角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角度 虽然这种视角可能永远无法消失 因为任何人都有批判的权利 但是只要不放弃心中微小的善念 如同电影里小女孩手中的那把小号一样 这个残酷世界才会少些杀戮 狗狗是有灵性的生物 它也有自己的思维 从你成为它的主人起 你辨识它的全世界 它会对你极其忠诚 请不要辜负它 如果你有能力养狗 就请善待它 如果暂时还没有能力 就不要养 不然的话 也不会有这么多流浪狗无家可贵 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就能获得100万奖金 你敢接受这个挑战吗 听起来很简单 但如果在三天内睡着 并且没有在60秒内醒来 你的心脏将永远停止跳动 简而言之 就是一睡就完完了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实验 然而年轻的大学生小珍 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同一书 博士在她的颈部植入了一枚心田 原来人类在清醒时 会分泌一种叫做库拉脱素的物质 它可以治疗脑死亡 因此价格昂贵 配套芯片的手表 会显示提取到的库拉脱素剂量 只要达到100 100万奖金也就到手了 于是 安眠实验正式开始 第一天晚上 小珍坚持学习到凌晨2点 对于经常通宵学习的她来说 这并不算什么 低头一看 她已经提取到40单位的库拉脱素 第二天 她的精神状态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依旧生龙活虎 这时 一位男生静止走向她 询问她是否参加了安眠实验 小珍心里一紧 没想到对方也亮出了同款手表 小珍这才发现 参加实验的不止她一个 除了眼前的男生 还有班里的美妆博主蘑菇头 对方患有严重失眠症 电竞宅男演竞男 他常常连续几天几夜打游戏 而眼前的男生 是个夜店赵公子 看来 实验选择了一群夜猫子 于是几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这一晚 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打发时间 每个人手表上的数字不断上升 到了第三天早上 四个人都成功完成了任务 博士也兑现了承诺 每个人都得到了100万的奖金 小珍第一时间用钱还了72万的房贷 剩下的钱拿来给外婆买按摩椅 给妹妹买了一部新手机 一分没留给自己 肯定就有人纳闷了 一个大学生就要还房贷 还要照顾老人和妹妹 她爸妈干啥去了 其实小珍的父母早就离开人世了 她的外婆又长期卧病在床 而妹妹是个叛逆的小姑娘 生活的压力和精神创伤 导致她长期失眠经常熬夜 但她熬夜并不是在追剧或玩手机 而是在学习或者做饭 一个晚上过去 她不仅准备好了一盘又一盘早餐 还精神焕发地去上学 完完全全就是个不浪费一颗时间的人 但正常人谁想要失眠呢 而另外三个人成功拿到奖金后 夜店公子选择买一块高档手表 蘑菇头选择去了美容会所 眼镜男则升级了自己的游戏装备 几天后 这四个挑战成功的小年轻 再次来到了实验室 决定参加第二阶段的实验 不过这次博士要提取更高浓度的库拉脱素 而他们需要坚持整整五天不睡觉 面对600万奖金的诱惑 他们毫不犹豫选择挑战 再次植入了新田 起初 几人成功度过了前两天 但就在第三天晚上 眼镜男不小心睡着了 幸好只睡了几秒钟 现在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 但库拉脱素只提取了32% 更糟糕的是 他们开始出现幻觉 眼前的年轻女大学生 已经三天三夜未曾入睡 因为一旦合眼就会丧命 但如果能连续五天不睡觉 就可以获得600万奖金 女孩名叫小珍 邀请了三个朋友参加睡眠实验 今天是实验的第四天 小珍正在上解剖客 她拿起夹子 有气无力地摆弄了两下 眼前已经一片炫韵 恍惚间 她竟然看见尸体两眼翻白地瞪着她 把小珍吓得直接推到了两米开外 这一切都是长期不睡觉带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 正在打篮球的夜店公子 明明听到对手辱骂她 但其他人却声称没有听到 原来他们都开始出现了幻觉 客下 四个人像行尸走肉一样在食堂相遇 小珍发现夜店公子分泌的库拉脱素 比其他人都高 发现夜店公子热衷于打篮球 他们猜测坚持运动 可以加快库拉脱素的产生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他们直接前往眼镜男家的游泳池 决定举办一场即兴派对 果然 这个方法起效了 原本疲倦的几个人 在酒精和音乐的作用下 纷纷释放自我 就连平时冷漠的小珍也跟着音乐热舞 四人尽力保持清醒 欢乐狂欢 喝冷饮 吃柠檬 然而不久 他们因为疲倦无法继续吸血 这时 夜店公子拿出了从实验室里偷来的兴奋剂 白色粉末混合着酒精 三个人一饮而尽 只剩下小珍保持理智 选择与其对抗 因为这种药物有中风的风险 如果不小心入睡 芯片将短路 导致心脏停跳 生命也将随之消逝 受药物作用影响 三人继续狂欢 他们分泌的库拉脱素也开始迅速增加 随着梦幻的灯光和音乐 小珍也开始出现幻觉 看着舞池里三人面无表情地站起来 三人不安地注视着她 下一秒 小珍竟然疯狂地跳舞起来 看来都不做人了 突然 蘑菇头听到隔壁房间传来自己的声音 推门而入 发现几十个网页同时播放着自己的vlog 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偷拍她的照片 原来眼镜男一直偷偷暗恋蘑菇头 却不敢表白 只能每天偷偷跟踪她 蘑菇头受到惊吓晕倒 她的手表立即开始倒计时 若超过一分钟 她将无法再醒来 幸运的是 他们都是医学生 经过紧急抢救 蘑菇头在倒计时结束前恢复了意识 第五天早上 任务终于结束了 然而 博士却希望他们参加第三阶段的实验 但已经察觉到危险的蘑菇头直接拒绝了 即使有一千万的奖金 他们也不敢冒险进行第三阶段 因为生命更重要 他们决定回家好好休息 四个人沉沉睡了好几天 才逐渐恢复过来 就在这一天 教学楼前聚集了许多人 一名学生从里面被抬了出来 而他的手腕上 竟然戴着实验用的手表 小珍不禁感到极度恐惧 然而就在这时 他的外婆突然中风需要手术 负债累累的小珍手头一贫如洗 然而他的妹妹却从包里掏出一大袋钞票 小珍感到不妙 原来他的妹妹也参加了安眠实验 他立即赶往实验室 博士竟然以威胁方式 要求他叫上夜店公子等人 参加第三阶段的实验 否则他将永远不会取出妹妹脖子里的芯片 而第三阶段的实验 要求他们整整十天不睡觉 四名大学生被迫植入芯片 一旦入睡就会丧命 但如果坚持十天不睡觉 就能获得一千万奖金 为了保持清醒 他们求助于自己的老师 老师为他们安排了一间病房 并准备了提神的注射剂 于是第三阶段的安眠实验正式展开 第一天 小珍全神贯注地学习以保持清醒 而蘑菇头则开启直播 每个人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打发时间 同时使用老师提供的提神剂 他们顺利熬过了第六天 然而 他们严重低估了长时间不睡眠的后果 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直在玩吃鸡的眼镜男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枪声 蘑菇头想用冷水提神 却发现自己用来吃饭的脸上 突然长满了痘痘 吓得用拳头干碎镜子 夜店公子朦胧中看到了自己已故的母亲 而小珍则看到地上涌出一滩鲜血 自己的妹妹躺在地上抽搐不止 幸好妹妹及时从背后喊住了她 看来大家都开始出现幻觉了 崩溃的蘑菇头开始指责小珍把她带入实验 房间瞬间陷入混乱 小珍赶紧去找老师求救 在经过仓库时 却从里面听到夜店公子和眼镜男的声音 六个摄像头居然一直监视着他们 小珍突然想起 实验是老师推荐他们参加的 没想到整个实验都是老师策划的 甚至实验室外的博主都是她特意请来的演员 小珍发现真相后打算带着大家逃走 让蘑菇头赶紧报警 但所有人的手机都失去了信号 病房的门也被锁住了 看来他们不完成实验会被永远困在这里 第七天蘑菇头发狂地摧毁了所有摄像头 而夜店公子终于支撑不住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他迷离呼呼中听到母亲的呼唤 一分钟后 监控室的老师发现夜店公子的心跳停止 立即将他推出病房 但他并没有抢救夜店公子 而是取下了他脖子上的心田 就在这时 夜店公子突然苏醒 一拳将老师打晕 他们终于得救了 原来他们在病房找到了一种能暂停心脏的药物 然后假装破坏了摄像头 他们质问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 老师慢慢拉开窗帘 多年前 他的丈夫因为研究失眠症连续十天未眠 最终产生幻觉跳楼自尽 老师无意中发现清醒时释放的一种库拉脱素 对治疗脑死亡非常有效 于是他利用植物便利 在学校秘密进行了这项实验 这下真相大白 虽然老师提取库拉脱素是为了治疗陷入昏迷的爱人 这听起来很感人 但他们仍然决定报警 突然 老师拿起麻醉剂向小珍的身体 尽管其他人立即制服了他 但小珍体内的芯片仍然没有取出来 如果超过60秒仍然没有醒来 他注定会死去 就在最后一秒 小珍成功醒来 最后 所有人的芯片都被取出 至此 一切终于告一段落 老师被警方带走 四个人虽未获得一千万奖金 却明白了一个道理 健康绝不可成为个人利益的筹码 中国战阶女在巴黎的街头 朝陌生男人比出四欧元的手势 对方一看便心领神会地跟着她走 上楼 锁门 交钱 然后拉上窗帘 女人熟练地脱下衣服 动作流畅自如 这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 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无奈和凄凉 在上世纪90年代末 中国东北爆发了大规模的下岗潮 许多工人突然失去了工作 而女性失业的情况尤为严重 不良中介机构四处散布谣言 声称在巴黎当保姆每月能挣到2000欧元 失业的丽娜抓住了这个救命稻草 不惜借高利贷也要出国寻求财富 丽娜跟随旅行团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巴黎 然而她没有护照 趁着导游不注意 她悄悄地离开了团队 本以为前程一片光明 欧元随手可得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踏入了一个深渊 正如黑心中介所说 大街上到处贴满了招聘保姆的小广告 可当她打电话咨询时 对方听到她要求每月2000欧元的报价后 嘲笑她是否发疯了 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尽管如此 丽娜并没有放弃 她换了一家小广告继续拨打电话 然而 一次又一次被泼冷水 丽娜终于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 最终 她来到了一个华人夫妇的家中当保姆 每月只能拿到500欧元的工资 上岗第一天 丽娜还没有向现实妥协 低声下气地向女主人要求涨工资 这下丽娜终于认清了现实 每天从早忙到晚 到了半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在阴暗狭小的保姆房入睡 然而远在异国他乡 丽娜不仅被主人冷漠对待 还因为是东北人遭到蔑视 在月底发工资时 女主人只给了丽娜400欧元 理由是她打破了一个花瓶 尽管这花瓶是主人的孩子打破的 对方也把责任怪在丽娜头上 因为这些东北人就这样出手奔脚的 我还没给你 你少扯啥东北人不东北人的 说好了500的 你这么扣算啥呀 这半天还不要啊 面对女主人的无故客扣和种种刁难 丽娜气愤地辞掉了工作 流落街头 因为非法身份 还得躲避巡警的追捕 那天晚上 她在一家中餐馆遇到了一个东北老乡 两个人倍感亲切 梅姐带丽娜到她合租房 房间里挤满了同样来法国打拼的女性同胞 陷入绝境的丽娜只能在这里临时安顿下来 丽娜交了一个星期的房租给房东 然而房东却叮嘱她不要带客人回来 丽娜感到有些奇怪 但并没有深思 接下来的每天 她都在努力找工作 打电话给小广告上的号码 逛遍了附近的华人店铺 但要么工资太低 要么就是没有人雇佣她 这天晚上 室友们聚在一起谈论自己接待客人的细节 大家的欢笑和丽娜的失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丽娜突然意识到室友们很可能是站街女 她带着厌恶的表情回到自己的房间 晚上睡觉前 她悄悄问梅姐 可能出这儿的 是干啥啥的 梅姐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 但丽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虽然她脸上不动声色 但内心的重压瞬间坍塌 接下来的几天 她都不敢停歇 却发现找一份普通的工作 比在国内还要困难 房租也快要到期了 在这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丽娜陷入困境 甚至连回国都成问题 她绝望地给老公打了电话 还没来得及开口 老公就质问她为什么还没有给家里积钱 甚至儿子的学费都拖欠了 听到家里的艰难情况 丽娜咽下了心中的苦水 因为她是家里所有人的希望 梅姐见她入不敷出 想劝她尽快回国 不要再留在这里陷入困境 但丽娜已经为了来到这里付出了所有 欠下了许多债务 她怎么可能轻易回去呢 很快 远在家乡的老公打来了电话 为了偿还高利贷 她竟然卖掉了家里的房子 这让丽娜心里一紧 有时为了生活 不得不低头 这天 她跟随梅姐来到大街上 目睹了梅姐带走了一个光头客人 这一切让丽娜克服了内心的障碍 终于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客人 中国女人偷偷观察着巴黎的战阶女 暗自学习她们的接客流程 很快就掌握了专用手势 接着打扮一番走在街头 随机挑选了一位幸运 比出40欧元的手势 对方一看这么便宜 立马跟了上去 女人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接客 凭借她优惠的价格和出色的能力 每天照顾生意的客人络绎不绝 然而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 在熟人面前谎称自己从事保姆工作 丽娜每次服务只收40欧元 生意好也不涨价 可有些刁钻的客人还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在绝对力量面前 丽娜只能被迫屈服 背后的辛酸只有她自己知道 每次和远在家乡的老公打视频时 她都是在强颜欢笑 谎称自己在巴黎过得很好 做保姆一个月可以拿到2万欧元 老公也没有怀疑过真实性 因为丽娜赚来的钱不仅帮家里还了债 还让家里蹲得她和儿子吃好穿好 为了能更方便接客 丽娜和美姐搬到了一间新的合租房 当她打开窗户时 眼前就是埃菲尔铁塔的美景 随着日子逐渐好转 丽娜的笑容也渐渐多了起来 闲暇之余 丽娜还会找美姐拍照并寄回国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丽娜逐渐习惯了站街的日子 在工作时农庄艳抹游荡街头 而与老公的视频通话中 她却一直保持素颜 虽然如今从事的工作摆不上台面 但丽娜依然憧憬着对未来的美好生活 转眼到了中国农历新年 一群中国站街女们围在一起包饺子 暂时忘记了现实中的苦难 每个人都对未来美好的生活充满希望 红红火火的过大年 欢声笑语不断 这个夜晚 她们没有谈论工作 而是分享了彼此的家人和孩子的近况 有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有的孩子即将结婚 唯一共同的点是 孩子都等着他们努力工作给家里寄钱 然而好景不长 一天 丽娜在与家人通话时 蒂席提出也要来法国赚钱 因为羡慕丽娜一家买房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丽娜猝不及防 但蒂席已经下定决心 并且来法国的手续都已经准备好了 到时候得多照着点我媳妇啊 丽娜感到无奈 难道她真的要把蒂席拉下海吗 她并不想让蒂席陷入战阶的生活 也不想她重蹈自己的负责 然而 当面对诱惑时 人们往往听不进任何劝告 蒂席像丽娜当初一样 怀抱着月入过万的梦想来到巴黎 并与丽娜顺利会面 但满意的工作怎么可能说找到就找到 丽娜帮忙打了很多电话 依然没有找到称薪的工作 这让蒂席感到沮丧 丽娜也想劝她回家 但蒂席已经下定决心留在这里 眼看事情就要瞒不下去 丽娜无奈地说出了实情 蒂席瞬间愣在原地 得知真相后的她 忍不住放声大哭 两人大吵一场 最终又互相安慰着抱在一起 有时候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人们不得不低头 为了生活和家庭 蒂席开始和丽娜一样 在街头浓妆艳抹的工作 两人面对视频中的老公时 报喜不报忧 脸上却无法挂起高兴的笑容 而家里蹲的男人们却笑得合不拢嘴 当蒂席第一次接完课后却崩溃了 哭喊着要回家找老公 此时的丽娜也感到疲倦 新生回家的念头 于是 他们离开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巴黎 带着满心焦虑回到东北老家 在老公面前 丽娜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蒂席说漏嘴 如今丽娜回家 老公很是开心 因为丽娜出国已经好几年了 这段期间 由于丽娜往家里挥了不少钱 老公不仅租了店铺准备开业 还住进了楼房 如今 夫妻俩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丽娜洗了个澡 想要洗净这些年积累的污垢和不解 晚上终于与老公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然而第二天一早 丽娜醒来却发现老公不见了 无论怎么打电话都无法联系上她 老公就像消失了一样 丽娜心中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来到店铺后 她发现老公喝得烂醉如泥地坐在地上 我媳妇老牛逼了 咋的这事 这恶心 我这几条骨就被戳爆了 那媳妇都卖到国外去了 还舔着脸跟着美的 你别他妈瞎说了 行别说了 你给我滚 滚 你给我滚 你滚上了你自个儿啊 你吃完我咋过了 果然还是瞒不住 老公最终还是知道了 丽娜在巴黎的工作 而泄密的 自然就是弟媳 她过得不好也不想丽娜好过 弟弟还把大妈丽娜不是个东西 你在这儿干啥事跟我没关系 你咋把我媳妇拉下水啊 你要不要点逼你 你就有本事在家打老婆 看你回家你老公打你不 不打你他就不是爷们 虽然丽娜气得不行 但她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她只担心如何向老公交代 在这场争吵后 老公独自一人离家出走 为了维持家庭开销 不久后老公打来电话 原来她在外地租了房子 独自打工 丽娜带着孩子赶到那里 见到孩子的父亲感到非常开心 但老公对丽娜仍然冷漠 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没有交代丽娜夫妇的结局 却有无数种可能 因为命运总是恶意安排 老公是否会原谅她的错误 实际上我们应该认真思考 到底哪里出了错误 掀开被子 将女人的双腿拉开 接着掀开她的上衣 将平坦的腹部露出来 然后用手在上面轻轻地扣肌 再稍微用力地按压女人的膀胱 因为女人全身瘫痪 连排泄都必须依靠她人 强烈的羞耻感 让她在此刻选择装睡 如今新来照顾她的护工是个男人 但女人别无选择 虽然她是位女强人 但因为车祸变成全身瘫痪 生活质量一落千丈 巨大的落差 致使她的脾气变得愈发古怪 所有人都被她搞得烦死 除了男人没人愿意做她的护工 而老护工也即将离职回家结婚 向男护工交代了工作的所有细节 尽管她满口答应 但第二天她就直接睡过头了 莫伊尔此时憋得已经满头大汗 对着迟到的男护工劈头盖脸一顿骂 男护工神情紧张 担心自己会被解雇 幸运的是 莫伊尔有些饿过头了 没力气继续发火 给了男护工将功赎罪的机会 匆忙洗了脸后 男护工端来了早餐 但正要喂食时 男护工却说忘记放糖了 慌忙跑进厨房 然后大口灌下了酒精 原来是酒饮饭了 然而这个离开的借口一眼就被莫伊尔识破 但莫伊尔没有想到 这位粗犷的男护工竟然如此温柔 以前他发脾气的时候 别人都是直接无视他 在这方面的对比反差下 他对这个男人竟然感到一丝满意 他让男护工打开了窗户 微风随之而来 让生活似乎轻松了不少 享受没一会儿 迟早要面对的尴尬就如约而至 男护工端着尿盆来到莫伊尔的床前 莫伊尔面露窘迫 连忙叫停了他 谎称要打电话 然而他拨出的号码却是空号 但不管怎样羞耻 他终究无法逃避这个过程 男护工用力地扯掉被子 粗鲁地给女人排尿 之前有老护工的掩饰 他以为自己能应对得了 但当他亲自动手时 他却大受震撼 有了辞职的念头 老护工也很无奈 于是向男护工讲述了莫伊尔的故事 他年轻有为 却遭遇车祸 家世显赫 却遭到未婚夫的背叛 男护工听完后若有所思 他发现莫伊尔的傲慢和脆弱 和自己非常相似 他曾是自视甚高的拳击手 自从退役之后便整日混迹在酒吧 嗜酒如命 一边当着咸鱼 一边又不安于现状 男护工静坐在椅子上 仿佛想明白了什么 他决心要改变 要戒酒 于是再次回到豪宅 老护工并不感到惊讶 他问男护工为什么回来 男护工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钱 这些话正好被莫伊尔听见 莫伊尔喜欢阅读 但他读不得爱情故事 因为被渣男伤害过 老护工再三嘱咐后 这才让他外出购买食材 菜市场人员混杂 到处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他发现一个小孩 俯身查看 但当他站直升的瞬间 他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原以为自己胜利了 但那个黑人手中却拿着一把刀 男护工只能眼睁睁看着 对方拿着自己的钱包 六只大吉 没钱买到莫伊尔喜欢的菜 只能尽力购买一些廉价的食材 看着盘子里的鱼肉 莫伊尔大发脾气 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咳嗽 所以鱼刺对他来说非常危险 面对他的责骂 男护工保持平静 他保证自己把鱼刺全部挑光 希望莫伊尔能够勇敢尝试 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 他已经过了三年 这根本不能算是活着 看着地道嘴边的鱼肉 莫伊尔张开嘴巴 小心地咀嚼着 鲜美的味道在口腔中爆发开来 他咽下了嘴里的食物 甚至还想再吃一些 直到他把所有的东西吃光 他的嘴巴一直张着 男护工笑着说 对不起 仅此一份 他将可乐倒入杯中 随后又加入了酒精 他犹豫了很久 但最终没有喝下去 酒精的阶段反应让他痛苦不堪 直到第二天清晨 他才勉强入睡 到达雇主家时 雇主胸前已经浸满了汗水 看着数次迟到的男护工 莫伊尔生气地扭过头去 男护工只好说自己病了 莫伊尔听完一顿输出 病倒没力气打电话吗 什么病 癌症 胃痛 扁桃体发言 应该是诉罪吧 他最后一次警告男护工 如果再发生无故迟到的话 他将被解雇 他接过上周的工资 冷静地思考良久 他没有拿工资用来买酒 而是奖励自己买了一双新鞋 为了借酒 他回到了曾经的拳馆 作为一名前冠军 老板对他非常热情 眼前的沙袋仿佛是他过去肮脏的回忆 他用力挥舞着拳头 暴揍曾经的自己 他想看电视 但莫伊尔要求他阅读书籍 或许是为了充实自己 或许是为了拯救男人 他读 他听 虽然南护工不耐烦 但又不能停下来 为了让他坚持阅读 莫伊尔把阅读变成了他的工作 而为了工作 南护工必须每天读书 莫伊尔还喊他教授 请你去煮茶来喝好吗 我要喝薄荷茶 在煮茶的时候 他充满兴致 还想让莫伊尔称他为教授 莫伊尔也没有预料到 这薄荷茶竟然被南护工煮得如此香甜 在此后的日子里 决定让他来训练自己的队员 但对方是女孩 这让他感到为难 和拳头的交流下 双方开始互相了解 但男人没有坦白自己的拳击手身份 反而说自己擅长古典舞蹈 对方微微一笑 识破了他的谎言 而莫伊尔每天都在过卧床的生活 南护工决定带他改变 想让莫伊尔坐轮椅到外面溜达 但莫伊尔很珍惜自己的生命 不敢轻易尝试 认为男人每天喝得醉醺醺的 手脚不利索 指不定自己刚出房间 就从楼梯上滚下去 坚决拒绝了南护工 还质问他为什么要整着死出 他是护工 又不是导游 南护工没有说话 走到窗前 看着窗外美丽的景色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不顾莫伊尔的拒绝 直接抱起他出门 看到蓝天和大海 莫伊尔难得地开心起来 吹着海风 享受阳光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做了 南护工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装满他收集的各种酒 他让他闭上眼睛 然后描述这些酒的独特味道 每次他说出正确的答案 他都会急于肯定 长期卧床的莫伊尔 终于得到了酒为的认同 每天的相处 让莫伊尔对南护工 产生了一丝依恋之情 他看着对方的眼神 也有了些许不同 他说要自己出去散散步 但南护工依旧坚持读书 正如莫伊尔预料的那样 他已经喜欢上了阅读 他们一起在街上慢慢走着 莫伊尔享受着酒为的人文氛围 还遇到了许久未见的好友 南护工很识趣地走到一旁 等莫伊尔反应过来时 发现他正在远处看着自己 他呆滞的目光中 透露出一丝宽慰 两人一起喝着饮料 彼此倾诉心事 久久地说不完 莫伊尔终于问出那个问题 拳击教练居然带着女队员一起洗澡 还是在肮脏的澡堂里 面对恶劣的环境 他们却没有感到一丝厌恶 因为他们本来就身处社会底层 除了成功 他们别无选择 教练也对女孩格外严厉 仿佛把他当成了过去的自己 不断在救赎对方 为了保护女孩 他被东欧人殴打 身受重伤 无法再看护卧床的雇主 女孩替他给莫伊尔传信 说是请假一天 然而男人第三天才来上班 发现莫伊尔已经在面试新的护工 等到莫伊尔看到男人脸上的伤 他感到非常不开心 愤怒之中又带着一丝心疼 质问他这次矿工的借口又是什么 难道是闹钟晚了两天才想吗 莫伊尔德的言辞犀利 不断挖苦男人 说男人的痛处 还说他矿工两天已经被开除了 即使男人哀求 不会再有下次 女人嘴依旧很硬 只是眼角流下了热泪 出卖了他的冷漠 失去了工作 男人再次陷入沉沦 买了一瓶烈酒 但没有喝下去 他知道不能再重蹈覆辙 没有工作 他只能依靠奖金为生 带着女孩开始了艰苦的训练 然而相比于男人的迫切 女孩却心不在焉 如今连救赎过去的自己也无法做到 男人再次喝酒 谁曾想他最后居然溜到了莫伊尔床上 醒来的莫伊尔被眼前的一幕搞猛了 可看着睡在身旁的男人 眼神里有一丝宠密 没有眼力见得新护工打破了美好氛围 想把男人赶下床 莫伊尔立即哄他出去 继续笑着看睡在枕边的男人 等男人苏醒时 莫伊尔立马又摆起了架子 男人再次祈求 希望能够回到工作岗位 或许他所要的不仅仅是工作 还有一份不可求的感情 一再保证自己会戒酒 无论莫伊尔如何咒骂 男人都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或许是为了宣泄内心的情绪 让男人知道他的不满 他再次展现了自己毒舌的一面 自自逐心 这次是真的伤到男人的心了 他转身离去 但在门口停了下来 略显犹豫 最终 他坐在了莫伊尔的床边 莫伊尔有些呆滞 心中既害怕又带着一些期待 面对男人的质问 他极力掩饰内心的羞涩 在慌乱之中 他的言语失去了之前的锐利 然而说着说着 他竟然带着哭腔 抱怨男人来来去去 让他备受折磨 说他善变 一会要走 一会要留下 一会要走 一会又要回来 男人坚定地说 我要回来 但是你开除了我 莫伊尔却说 正常女人可以给你第二次机会 她有这样的奢望 可我没有这样的奢望 一个小小的鱼刺 都能要了我的命 去做早饭 我饿了 不知是莫伊尔的妥协 还是心中的期望 或许他内心一直渴望着男人的留下 一切又仿佛和往常一样 却又多了一种别样的韵味 他们在树下相拥 享受着独特的世界 还没有亮的天空下 他抱着莫伊尔 让他感受世界的美好 在湿润的草地上 推着他一起翻过 二人躺在地上 引起了一群孩子的驻足 他们笑得欢乐无比 或许经历过背叛 莫伊尔的内心充满不安 他对男人说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如果你要离开 不要丢下我 我答应你 这个曾经拥有一切的美丽姑娘 因突如其来的车祸而失去了一切 她每天都伴随着孤独和寂寞 直到男人的出现 那个看起来脏兮兮又粗鲁的酒鬼 却拥有一颗温柔的心 女孩刚满18岁就来当按摩女 模仿同事技巧给客人按摩 力度够不够啊 同事中途离开去取按摩油 却用不遮挡了门口 女孩对此感到好奇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下一刻她恍然大悟 那是90年代的澳门 当时的桑拿房比赌场还要多 无依无靠的女人们为了生活选择在那里工作 而人们称呼她们为骨妹 师师从小生活在孤儿院 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找工作 看到按摩店在招聘 于是走了进去 我想做按摩 你知道按摩是什么吗 知道 按摩不是看长相的 是看技术的 我会很用心去学的 80块一天 上完课就考试 师姐说技术好才正式聘请 正式上班后才有薪水 考虑到之前多次找工作碰壁 师师当即答应了 她迅速换上工作服 和一群女人一起来到培训室听课 然而教技术的师傅态度极其敷衍 只是简单掩饰了一次就匆匆离开 显然行业内竞争激烈 谁都不想暴露自己的技巧 师师只能找到一个无人的房间 对着人偶勤奋练习 这时 一位师姐经过 出于好心指点了她一些技巧 师师想要说声谢谢 却抬头发现师姐已不见踪影 为了学到更多正确的按摩手法 师师偷偷溜到服务区暗中观察 恰好在第一个房间工作的人 正是刚才指导她的师姐 想同事啊 是啊 师姐毫不在意地回到房间 还特意留了个门缝让师师观看 这样师姐成为了师师真正的老师 考核那天 考官正好是师姐的好友 两人通力合作 让师师顺利通过了考验 成功被经理留下来 终于可以正式上班挣钱了 也因此对师姐充满了好感 学号码牌了吗 还没有 你们是什么号码 我是吧 那我跟你选十九吧 此话一出 没想到几个同事听后都露出震惊的表情 还提醒师师做好心理准备 仿佛在暗示师姐工作能力极高 和她一块定会被比下去 很快 师师迎来了第一位客人 内心既激动又害怕 她学着师姐的样子装作从容 但当客人对她出手时 她却慌得不行 幸好有师姐帮她遮风挡雨 师师对此感激不尽 接下来的日子里 得益于师姐的帮助和细心传授的知识 师师在按摩店里一切顺利 并掌握了许多按摩技巧 以及哄客人加餐的话术 从而赚取了不少小费 两人的情意也越发深厚 然而按摩店的生活并不总是平静的 他们经常因争夺客人而发生争执 但师师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师姐总是悄悄让步 得知师师被房东赶出门 她甚至特地邀请师师来家里免费居住 为了感谢师姐的照顾 师师整理了家里凌乱的环境 并每天为她准备营养早餐 时间久了 师师发现师姐即使在休息时间 也总是外出横往回来 每次见的也不是同一个男人 渐渐的 师姐开始越来越少出门 似乎更喜欢与师师共度时光 白天他们一起骑车出去兜风 顺便享受美味的蛋糕 晚上则一起看剧 抒发内心的情感 在师师生日那天 她坦白自己想要开一家蛋糕店 谁知师姐竟然一直牢记在心 过完生日后 他们躺在长椅下写下了愿望 希望和师师感情长长久久 希望和林林永远在一起 可美好而舒适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师姐的父母血信又向她要钱 钱钱钱 张嘴闭嘴只会要钱 有没有关心过我 师姐独自一人辛苦赚钱养家 到头来只是个提款机 如果不是她有挣钱的能力 可能父母早就断了联系 但这并不是师姐最心痛的事情 一天 师姐感到身体不适 检查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更何况谷妹不能怀孕 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工作 她决定去医院做手术 女人正在脱光身上的衣服 闺蜜突然闯入把她拉走 你发神经啊 都才很伤身体的 生吧 怎么生 生了怎么养了 我跟你一起养啊 从那一刻起 师师似乎不再需要师姐的庇护 反而成为了保护她的人 师师在按摩店经理面前打掩护 帮师姐暂时保住了工作 看着师姐的肚子越来越大 师师让她在家卧床休息 还为她全身按摩 两人讨论孩子的名字时 师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呢 做人开心比较重要 女儿就叫欣欣 儿子呢 就叫 乐乐 他们一起去医院做产检 却得知了不幸的消息 师姐的腹中是个男孩 但很有可能患上唐氏综合征 情急之下 他们决定长途跋涉去寺庙祈求保佑 只要我张玲玲的宝宝 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出生 我张玲玲愿意短十年八年的命 短多少年都可以 师师也在心里默默祈祷 愿意用自己的寿命来换取母子平安 幸运的是孩子出生后的确很健康 可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两人需要轮班喂奶换尿布还有洗衣服 奶粉钱又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为了勉强维持基本生活 他们必须加倍努力挣钱 晚上他们三人同床共勉 就像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外界开始传出一些非议 虽然师姐无所畏惧 但师师却开始退缩 在澳门还未回归之前 街上强盗肆意抢劫 导致许多商铺关闭 按摩女工的生计也受到影响 正当他们急需用钱时 师师遇到了一个震惊的男客人 男人对他一见钟情 迅速展开热烈的追求 师师对此感到困惑 因为他对男人没有兴趣 就在这时 孩子突然摔倒在地 头部不小心磕伤 两人赶忙上前查看 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 男人迅速赶来 及时帮孩子消肿处理伤口 也因为此事 师姐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 他觉得男人可靠 值得师师托付 或许师师也对他有所改观 不仅把男人送的花保存起来 还打电话邀请男人吃饭 师姐不仅调侃他上心了 但师师解释到 这只是想表达感谢 之后两人吃饭时 男人表示自己的签证即将过期 不得不回台湾 就在下一刻 他竟向师师求婚了 按摩女被萍水相逢的海狗求婚 直接吓得落荒而逃 忍不住找好闺蜜吐槽 认识20个小时 就说要娶我回台湾啊 闺蜜苦笑着劝师师答应 但师师却直接拒绝了 闺蜜坦言 他想师师能有个好归宿 不能被自己和孩子拖累 为了逼师师离开 他想出了一系列计策 首先他找了一个富豪男友 极其冷落师师 然后在人潮汹涌的街道弃他而去 并告诉他准备把儿子送回大陆 为什么要送乐乐回大陆啊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闺蜜说自己才是孩子的母亲 送往哪里是他的权利 如果可以选择 他宁愿没有生下这个孩子 也不会过上如今的凄惨生活 他让师师不要耽误自己嫁给富豪 闺蜜说出今后不必再见这番伤人的话 师师当真了 以后你的事跟我无关 两人吵得不欢而散 从此断了联系 师师伤心的泪流满面 找到了热烈追求他的男人 答应和他一起回台湾 十几年后 师师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 闺蜜因病去世 急切寻找师师 于是他立刻拨打联系电话 并迅速回到澳门与发布人会面 这人是保险公司的员工 原来闺蜜以前买了份保险 保险金的受益人写的是师师的名字 这样一旦闺蜜发生意外 师师就能得到保险金照顾好孩子 师师想了解自己走后闺蜜的生活情况 他找到了多年前的几位好友 才勉强知道了过去发生的事情 原来闺蜜并没有将乐乐送回大陆 他的决情说法只是为了逼走师师 他不仅没有和男友走到最后 还为师师开了一家蛋糕店 多年来独自艰辛地抚养孩子 师师得知了所有真相痛不欲生 其实自己离开澳门后 整日戒酒消愁 过得并不开心 即使老公对他恩爱有加 他来到当初写下愿望的长椅 才发现闺蜜早已改了愿望 将希望和师师一起变老化掉 改成了希望师师永远幸福 回顾过去 闺蜜一直为师师着想 宁愿苦了自己 也要为他留下后路 性格稍显懦弱的师师 错误在于太过相信闺蜜 并低估了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 最后 他把全部的保险金交给乐乐 让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自己则接手了闺蜜的蛋糕店 和老公离婚 余生带着对师姐的思念度过 师师并不知道的是 当他因为害怕世俗眼光而退缩时 闺蜜流露出了落寞的神情 当他沉入熟睡时 师姐给予了温柔的亲吻 他最终决定离开澳门时 闺蜜留下了无尽的泪水 尽管这些失师都不知道 但他依然选择用一生去怀念 这是最真挚 而又无法割舍 不为人所知的情感 畅员 婚礼